他这不敢爬回家 但最后体力不支了 而且 他方向也告诉我们 别人糟糯 怎么样 我们英英和周边的牌手都连依上了 经过严密的排查 这个人无论是常驻的还是流动的 都没有见过 也许 也许他拿这当中暖账 好 谢谢啊 不用客气 好 怎么了 你说他要如果坐公共汽车走了 咱上哪找呢 走吧 那女司机说 她是在南大桥上的车 南大桥 不过我明天去那查过了 没有 好 看看 咱们这不是大海道针吗 如果咱们不及早抓过他 我怕躲过这阵风上 他又会出来作案 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 不能再让他货给冲突遮了 你们看啊 这儿呢是东里石条 这就是那个 看不清楚的 老何 把江苏葱拿来 来了 这是 东里石条 这是南大桥 这两站之间呢 相隔较远 但是呢 他们有个共同点 哎 季节 还记得我为什么停在公共汽车站呢 107路 107路在东里石条和南大桥之间都有站 对 所以我认为 这个案犯她的家很可能就在这两地之间 可这两地之间除了107还有好几趟车呢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哎 季节 报案的女司机说她什么时候打的 一里十二点半 但是送她回来的司机又说她是零前四点 嗯 所以我认为她只有坐107这路车回家 因为只有这路车是末班车十二点 早班车是零前四点 可是这107路中间有六站地呢 缩小搜索范围 通知六站之间的派出所严密排查 因为犯罪分子很有可能这几天还要出来作案 必须赶在她前面找到她 好 我说什么事把你们乐成这样了 杨哥 我们这样子全搞清楚 够快的 那当然了 刚审完姚冰这小子 王燕也全都给撂了 所有的细节让我们搞得清清楚楚 天润 给她讲讲 王燕被范杰强奸以后就一直怀恨在心 于是就让姚冰去报复范杰 把范杰约出来之后 姚冰就一刀扎在了范杰的心脏上 王燕为了让姚冰逃跑 就又在范杰身上连续扎了六刀 造成正当防卫的假象 最后王燕才拨通了丈夫刘刚的电话 我说你们现在是越来越厉害 话怎样 来 别走过后车车了 让夫人打车走吧 好 师傅 走吗 走走走走 清姨 师傅 您这哪来的呀 您不知道前几天那案子 知道啊 那你司机被杀的 对呀 这孙子到现在都没等着呢 我们这心里都憋着恨了 这画像印了好几千张了 咱得帮警察抓呀 这不光我一个车贴啊 您看看 这孙子现在可是明星了 真的 家最好在家里待着甭出来 只要一出来没跑 哎 要不是这么招 你也拿一张 没准在哪儿就碰着 喂 新的重要线索 你们俩赶紧回来 好 马上就到了 什么事 早正叫咱们 好 来 同志儿 先喝口水 好 谢谢 很好啊 哎 同志儿 你现在给他们二位 再介绍一下情况 好 好 今儿啊 我拉一活儿 我们那出租车的玻璃窗上 不都贴着你们那个 画像 对 就那人那画像 我拉这人啊 一上车就东看西看的 说呦 这挺像我们单位一人 我啊 就警惕了 哪单位啊 这我也问呢 可他死活就是不说 哎 说别给人添堵 回头再不是 我啊 留了个心眼 看着他下了车 进了那个院门 那院在哪儿啊 新春路十五号 新春里小区 这儿 107沿线 南大桥 洞里十条 好 赶快出发 走 我能帮你们点什么 不用了 谢谢你啊 要不我带你们去 认认他从哪个门进去 也行 也好 哎 马上 啊 新春路派所来电话了 啊 说有人长得很像 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叫杜辉 是不是幸福心心的十五号 对 十五号 走 一些居住 我 你最后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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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 Tetris Igore 就在这院里 我带你们去 快去 通知局里 马上哭 别让这小子跑了 动摇 我车 我车 快抢我车 动起他 花生为我都认得他开着我 不怕 快快抢救 立刻封锁 新锤小吹外边的路口 注意辆我白底红色的不高车 车号是多少 B72052 车号是B72052 吉封锁 追 快抢我车 来 快抢我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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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俊 杨俊 我超纪路的左边小子 你派人支援 派人支援 支援 这小子跑不了 我借你把车袋打开 撤去 三二 你去哪儿呢 别拉头了 递他去 四号 我从北斗往往这边奔呢 你跑哪儿去啊 被你拿奔上勾住了 哎 可不让你帮我再跑了 帮车啊 兄弟们 给咱姐妹儿倒车啊 奔冬交了 三号一桌大标桥就出来了 你去哪儿呢 跟前套躲着去 三二也躲着了 你赶紧跟客人说一声 先别拉了 你死了 走多少处去追他 快上 快上 快了 你去哪儿呢 给咱姐妹儿报仇的时候 到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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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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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算明白了什么叫人民战争 想拍电影